《扶貧置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來國事同學會 隔了一星期蕭帝一行又和大家見面 我們和上兩星期一樣 有我們成大志的阿龍 Anthony 今天我們講什麼題目 7月2日 昨天是什麼日子 7日 7日是一個特別日子 首先就是建黨紀念日 原本我們上一次職場節目 上星期我預告今天會講建黨委業 但因為我剛才在座兩邊朋友 昨天去了7.1遊行 你去哪裏的結果 我當然是賀黨兄 我們還沒講兩位昨天經歷之前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講這題目 其實大家要知道 共產黨是1921年創立的時候 如果有看電影的朋友 兩位有沒有看 我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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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 他最後的結尾就是唱國際歌 結束 不是 周遜拿著巴士 巴傘 煙雨紅船 但是他一路是阿傘 後面的船裡的人在唱國際歌 國際歌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實壓迫的人 就要出來自己抗爭 春田發發幼稚園效果 就要出來抗爭 其實共產黨有抗爭起家 尤其是以五四運動起家 其實這個大陸版的封面和海報正常些 因為沒有了 不是說放在沿世海中間 在香港建黨偶遙就是沿世海建黨 有些抗爭 但是 過了90年 當然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當時的共產黨和現在的共產黨 不可以同日如雨 因為當時的共產黨 還是一班 知識分子 散兵猶湧 還不是 剛剛醞釀期 到今天的執政黨 已經是另一個話題 但是如果你說到一些有知識的人 或者一些覺得感受壓迫的人 要出來抗爭 我們在座兩位 都讀大學 讀大學畢業 你們可不可以說一下 昨天的遊行 以及你們為何要去呢 以及看到有什麼突破的事情 其實昨天主要的突破就是 其實我們以往 我們說 遊行 其實年年都是這樣 去到政府總部 其實都是民陣那邊 明年見 門口在那邊 請大家快點散去 不要阻礙這條路 我心中吃飯 明年見 其實完全沒有一個決心 去做任何抗爭 但是今年很明顯 我們有一個很清晰的議題 就是反對這個逮捕方案 所以大家其實都有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尤其是人民力量為首 他們自己本身一開始已經有一個計劃 是說要留守 是要做抗爭 在人網那邊 蕭有沒有在現場留守 蕭若元 是嗎 他在修盾那時候在 和大家打氣 8點打後就不見了人 對 因為他要回去 就是人網那邊開咪 因為他有一個節目 他也要做一個轉播 但是昨天的主要突破就是 其實我們過往 其實有任何抗爭 就是去到 天星碼頭也好 王后碼頭也好 去到蔡元村也好 其實都是有一班 八九十後的一班 就是本土力量 或者其實他們是不標 就是你剛才說的國際歌 其實他們是很純相那種 其實不需要靠任何救世主的精神 就是他們覺得 人民是應該自己走出來 去自己做抗爭 昨天我覺得最大的突破就是 第一次 其實是 03712來是第一次 是由政黨和網上媒體 其實他們自己領導去做這個抗爭 就是所謂網上媒體就是有抗爭人望 但其實這個是醞釀了很久 當然是醞釀了很久 你說第一次由人民力量 這個政黨大氣當然是第一次 但問題是我們說 正在說留守 留守在政府總部 甚至嘗試圍堵 這個禮賓府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 其實從08、09年開始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那班社運人士 其實一直在做 但問題是一直都做不到聲勢 所以你所說的政黨 才嘗試由自己去帶領 看看究竟效果是怎樣 我想問 剛才Anthony也在說這些網台 其實主要都是人網 我們都是網台之外 但其實我想問 Anthony就說 其實你所謂留守或者一些衝擊 就是阿隆當說的 之前都有 但之前沒有提起你的興趣 但今次會 因為人網經常在這裏 提起你的興趣 有沒有關係 以前不同的是 其實那個號召力沒有那麼強 而且其實那班 你說本土行黨 或者是八、九十後 其實我會覺得他們 我不知 起碼他們給外界的印象 他們有一個排他性 尤其是他們對於政黨方面的參與 其實是挺反感的 即是他覺得他們被拘捕他 即是今次不同的是 即是 即是擺明就是 有沒有一些政治人物 是的 領導 今次 我覺得是 給人力量 即是他們是 踢入了領域 你看一下 其實六四的燭光晚會 即是智聯會主席 李卓人 李卓人 他自己說 抗爭最前線 抗爭最前線 那昨天去到 所有火頭都不見這個人 你已經 不是 李卓人其實是在這裏 他就是和這個 即公橫 就去到推銷他 他的六千元鎖匙購 但問題是聽說 他有一個鎖匙購 那鎖匙購 六千元的 上面有六塊錢 一塊錢就一千元 即是咬三二 是的 我又想聽阿龍的意見 Anthony又覺得 因為有一些政治人物 或者有一些網台做了號召 昨天他最大衝擊 故之前是網台做過號召 結果是搞到一個 本來五十萬人 那時候七點幾八點鐘 都Game Over的集會 不是 當年03年有五十萬 但是當年03年 沒有後續 沒有餘興 是的 7點幾八點鐘 就Game Over 然後那群人就很自豪 說自己能夠 能夠達到一個感覺 就等政府回應 是的 但是問題 我另外給了更大的震撼 就是當年號召五十萬人 走出來的那一群 就打算七點幾八點鐘 搞完那個活動 就齊齊去吃泰國菜的那群人 今時今日 竟然是會消失了 例如我們 當時是 你說當時03年 就是蔡耀昌 胡魯西 蔡耀昌 胡魯西 我們再講的就是 泛民那一群 任歌卿 肥明 那些 全部都在這裏 是的 而且我們去到這個 我們會見到 梁耀宗很低調 這樣欺負 我們會見到 李卓仁在這裏 擺小販攤檔 然後 然後我們再見到 民主黨九八位英傑全部消失 但是我想說 其實民陣這個組織很有趣 因為他們每一年都會不斷轉 那個召集人員 是的 譬如今年就范國威 新民主同盟 但是我想分析一個問題 其實民陣在整個游行 平常他今天有一個申請者 我們搞游行出來 大家來吧 但其實他以領導或者號召 其實不是平台 雖然他說他是一個平台 但問題是平台本身是一個虛設 他是成立了一個虛擬組織 去承擔所有法律的責任 但問題是各個平台的人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行動 他們有責任去根據他們自己本身的行動 去提出他們的訴求 其實大家對民陣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總之你繼續做 事實上他去迴避這些責任其實都很合理 因為其實我們每年都是靠他搞的 但你所說的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因為民陣自己迴避這個責任 例如范國威我是新民主同盟 我有個訴求政府復健公公 去到那一刻我就會說我代表民陣的人 我是衷心感謝大家的參與 但我作為新民主同盟的人 我是支持復健公公 當然要進一步的行動 當然你民陣搞七都不是中立 但其實在其他參與組織 其實民陣是比較中立的態度 總之我照搞你們不同的組織 當然他每個人自己都有招牌 即是不同的身份 但我們說回 Anthony又覺得有突破令到他有震撼 阿龍你覺得有震撼嗎 我的震撼簡直是新舊剃寶 他看到的是新的行動走出來 我看到是舊的那幫人的歸宿 這個才是一個更大的震撼 即是兩位都在看電影 你在看新人上演 你在看那些舊人 不見了沒有了 其實舊人退場是很好看的 這場鬧劇 沒錯是一件好事 但問題是你會看到民主黨 他有八位議員在那裡 但問題是他其實是香港政界裏面的三靈重工 其實他當年六四領那群組織 那時候是走向最前線 那時候號召一百萬人 八號封求照上街 那時候他們請到梅艷芳出來 請到成龍出來民主國聲獻中華 但問題是今時今日他們的號召力不見了之餘 他們是連自己當年的膽量都好像沒有了 你這群年輕人罵一下 你都可以歸宿的 其實很簡單 當然這個舉例未必是很恰當 譬如說當時共產黨 大家創黨的人員 到後期都已經是兩班人 當然如果你說毛澤東 其實他跟原本他的先行者 譬如說陳獨秀、李大超 這類所謂北京的一些文人 其實兩班人想的很不同 譬如當時陳獨秀、李大超 那些很書身性質 他都認為是要團結工人階級起義 但毛澤東也不是 明明大部分人都是農民 為何經常都要說工人 農民也很重要 因為他當然一部電影不會說 但我看回一些招待 他後期基本上是搞農民的事情 他在共產黨是不能得到平台 他覺得共產黨不得到農民 他反而國民黨會搞 但後來他的鬥爭 鬥爭了 令到原本那班人 當然毛澤東用的鬥爭 跟這些人不同 毛澤東加上很多陰謀詭計 後期變成精神崩潰 但問題是說 很正常就是一些所謂的運動 就是有一個新舊交替 但其實我想說這個感覺就是 譬如說 為何我不去呢 因為第一 我以一個參與者 我覺得真是無謂 你說又在那裡 睡在那裡 然後被人抬 我不知道為甚麼 第二件事 你作為看電影 因為最好看電影 你已經看過2005年的航龍示威 最精彩的東西 你說甚麼 經常叫警察冷靜 不要噴胡椒噴霧 當時我催淚彈 我都吃了一隻之後 我覺得有甚麼 我的感覺有甚麼好看呢 首先我想說 我的看法 兩位回應我 就說 當抗質變成純粹是 跟警察之間的衝突 他甚至是說 那個焦點就是擺在表演那裡 他們認為 拿到衝擊的照片 這樣就是表演 但其實如果你看到 你看到 人家的抗爭 簡直是 叫警察和他們團結一致 而有火星照家流 我想說的就是 你永遠的抗爭 是要令到你的抗爭對象 是會投行 或者會感到麻煩 然後達到你目的 例如剛剛你現在在英國 你那些大學生 或者那些教師 即是大罷工 公務員七十八 公務員罷工 即是令到政府 坦安會的政府 即是投行 但對於香港來說 罷工是天方 他不一定要跟你去 去搭訕 你便會達至你的目的 但問題是 你香港沒有東西 例如很簡單 一邊商就是人民力量 我是看我的資料來源 我是看有線新聞 你一邊商就是社民連 有線的報道就是 在深夜 社民連就堵截了 高樂道令到交通癱瘓 去到立法會 但我想說 當然有些的士佬出來 雖然是孖叉 但我想說一件事 你對政府是完全沒有威脅 你心惹瘓 你日後 你在平日繁忙時間 你癱瘓了高樂道 你政府真是投行 但你純粹 變了你的抗爭對象 變了警察和一些平民 你對你那個 純粹說 我們有餘慶 我們不要七一遊行 遊行就散了 我們有餘慶節目 我們有啊 我們有坐在這裏 我的感覺就沒有什麼意義 不知道兩位 有什麼看法 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最好的方法 莫過於兩個方案 你說社民連和人民力量 他們在江洛島中那邊 其實他們最好的就是兩邊 互相合流 重新製造一個抗爭團體出來 你給了政治意訊息出來 這個是上策 在當時來說 第二個策略就是 長毛不就繼續在政府中部那邊玩 另外人民力量那些人 不就繼續在軒尼斯道那邊 我想問這個問題 以你們現場所見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這兩班人 沒有交流 沒有交流 也沒有打算合作 但是問題其實他們 當時是製作到客觀環境 其實是可以最習慣的 是拉長了戰線 是令到警方肥於分明 這件事是 所以他玩死警察 玩死不了政府 待會我再問 就是你對於我剛才那個的感覺 有什麼意義 就是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如果你是說昨天的運動來講 最後最後 其實碎收尾 可能說 其實我們這次沒有做到 一個實質的行動 但是我覺得就是 其實是一個713 其實是投票的預演 包圍立法會的預演 就是在今次 我們其實 昨天 昨晚的集會 其實已經聚集了一班人 而事實上 他們是 令到一些 本身已經是 對這些所謂抗爭運動 心灰意難的一些人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 會重新再走回來 但是有些人也說 你其實太高股香港市民 一七十七年上班 不要緊 因為Anthony 你現場的地方就是人民力量 是的 但我想問一下 你以你的觀察 其實人民力量 是不是這班人 有線報隊 加上三萬人 兩千 我想他們至少有一千 但是這班人 一千人的凝聚力 是否一個強的凝聚力 至少我們看 最前一班人 其實他們是很有決心 是被警察抗爭的 而事實上 當然 他們 可能在策略上 他們自己本身 也算是做得最好 在有限的情況下 因為其實他們是堅持不暴力 但是 當然 他們自己本身主觀上 是想逼政府派人出來去談判的 但是你當然看到 警方他們就是冷漠而硬硬的 不是警方冷漠 而是在香港政府的角度來說 就是你那班人 憑什麼要我跟你說話 我又有一個問題 我經常都不明白 就是你要求政府來對話 但你坐一條街 那為什麼人家要跟你對話 我想來想不明白 你叫人家跟你對話 你是不是應該去別人家門口 你敲你的門口 你出來跟我說 那你在街上 那一刻是人家放假的 公眾假期 人家是不用上班的 今次你在街上 你跟我說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讓 7月1日才聚集到人 你本身是晚上 一定是 如果無端的 除非如果你說 真的要搞真正的抗爭的話 要不就是出其不二 你自己地下組織 就好像陳偉業昨天這樣說 其實我們昨天 其實警察他自己本身是過來挑釁 以至到噴這個胡椒噴霧之前 其實陳偉業已經說 其實他自己叫咪 這樣說 他就說 已經證明了 其實這個香港是一個警察社會 如果今天再沒有實質的行動的話 或者政府沒有實質的回應的話 他會考慮把這個暴力地底化 如果他真的這樣做 當然有用 然後我又想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 剛才阿龍兩位都見到 就是大家都是抗爭政府的人 一個社民的力量 其實原來這群人都不是自己之間 零交流的 完全沒有交流 第二點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警察都是香港市民 你是不是應該是 用你的大意去感染他們 你們一起參與我 其實是有的 但 我每一次 無論我2005年可以參與行動 或者我之前 去年我也有七一 我又不是很少去遊行 但是我又會去 但每一次 加上我看電視 都是死警察 都變成跟警察 都變成跟警察 去衝擊 很鄙視的眼光去罵警察 其實我又覺得 其實香港的警察很文明 就是頂了 都是噴霧了噴霧 那又如何 然後拿些索帶索客 真的又沒有出警棍 也不會 亦都沒有必要出警棍 出警棍是檢基於 因為人家扔你石頭 但是香港的示威者 亦都很和平 OK 去回感染警察 你看到他們如何感染警察 不是 其實他一開始 就在修盾球場 那邊 人網那邊 即是他自己本身 搭過高台去上面 其實王达當時 是有叫過咪 但是你可以說 其實有一種半挑釁性 大家 就是 你警察都是人 就是 基本上 你不如這樣 你 一齊 裝在一起 去聲討 這個 但是他用一種輕挑挑釁的態度 輕挑的態度 就是 麥當勞你這樣輕挑 我是警察 我也想噴你回憶噴霧 但問題就是 那個 香港的組織 其實一直未去到 如果你可以去到 南韓 那時候 跪對些 警察 或者送花 表示善意的話 其實 那個場面 是幾乎 但問題是 香港人的組織能力 是還未做到 不是還未做到 因為還未做到 意思就是說 我將會做 其實這個就是 國情不同 或者民族性不同 香港人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基本上 香港人 大家都 正常都是各自各的 都不會理你這麼多 這些 更重要的就是 他們根本是 香港的前途未來 所以他們走出來的時候 他們說 是為自己的利益 快樂抗爭 如果即使抗爭不到的時候 都可以開心一下 你們見到七一維園 他們的音樂氣氛 完全是一些很柔和的平衡 輕鬆 我覺得 這真是 兩點 一點就是 所謂的法律抗爭 我覺得你抗爭 享受不是問題 而是 抗爭不是為了達至某個目的 去抗爭 我純粹是為了很開心 我們有抗爭 這樣 OK 你說你很開心地 譬如很簡單 我是航龍 或者我是那些 你不要見到航龍 不要只見到衝那班航龍 其實後面還有很大班 娘子軍 附加打鼓 人家那些打鼓 跟香港的打鼓 真的是兩個世界 人家那些打鼓 真的練過了 有隊形 人家都可以很享受 大運來 人家都是有一個目的 為本 還有歐美 你看歐美他們的抗爭 遊行的音樂 他們主要都是 Rock和 Heavy Metal 他們的目的就是 其實是 融造了一個憤怒的氣氛 其實他是 有個決心去抗爭 還有緊張感 但是 我們去到維園的現場感覺 其實是很暢悠的 還有更加一件事 我們所謂的抗爭 其實英文是叫 civil disobedience 也就是說 其實大家是準備 犯法準備被拘捕 所以其實 你有Rock和 Heavy Metal 那種感覺就是 要一往無前 被拘捕都無所謂 我也是想說 你 基本上你是拼拘捕的 但是 當你被拘捕 你又在那裏罵 警察 在那裏拘捕人 我又覺得很拗頭 你這樣做 你為了拼拘捕嗎 他罵政府拘捕人 其實那一部分 純粹是 其實是帶頭衝的 因為我是在現場的 其實 你說 你罵那幫警察 其實去噴胡椒噴霧 其實我現場看到 其實是警察主動挑釁的 他們自己本身一開始 他們 前面 人民力量那邊 其實大概有十幾個人 跟那些 警察 可能他們已經有肢體衝突 因為其實本身 一開始 其實警察 他們組成一條人鏈 他們是先排過來的 其實他們是 他們是很有隊形的 然後向前衝過來 不就是步行過來 然後在最前面 其實不是很多 如果 如果在這個陣勢來講 根本上 人民力量 是還未開始 還未準備 去組成一圈人 去跟他們政變 其他問題 我又不是太想 很詳細 其實我想 雲觀 當然 如果 用你這樣說 就是 人民力量都未準備好 警察已經 那就是政民 警察很高張 打仗 當然是趁你 的陣勢未排好 我開始走過來 你那裡 但我想說 這個問題 一個原則問題 就是 我經常覺得 堅持 一個就是法律抗爭 另一個就是 我們非暴力的 我們抗爭 我覺得這些 真是很愚蠢的 一種的 的意思形態 就是 我又覺得 當然 就是用武力 或者用暴力 去做一個抗爭 當然你 你沒有需要 每天用 每天都 炸彈炸人 沒有什麼需要 但問題是 你不需要每天都強調 我們非暴力 你有需要 你就要 要用 我怎麼看 香港人 是 懦弱怕死 但問題是 懦弱怕死 是在於 因為香港 這個社會 的確是很多 不公平的地方 但問題是相對之下 每個香港人 都會建立到一些 東西的時候 他們覺得 沒有必要犧牲自己 一隻手指 去爭取到 未來更光輝的前途 所以我常常說 我常常說 我常常說 我不會批判一般市民 正常人 他當然不會理你 我是想說一些 報稱 報稱 走在最前線 報稱說要抗爭的人 或者報稱是領導抗爭的人 我主要都是探討這些人 我的理解 其實人民力量 他們一開始 抑敏那些 其實已經是 講到明 其實是不會和 蕭源也常常說 不會用暴力 因為事實上 如果他真的用暴力的話 是會分析整件事情 因為他自己本身 他的焦點集中於 是要求政府回應 如果你用了暴力的話 會回應太保機制 當然是 起碼是這件事 但如果你真的用了暴力的時候 如果你的說法 可能就是 反正走到這一步 是不是用了暴力 就是更加直接 反正大家都是 決心去公民抗命 但是 我不知道 如果你說組織的人 他們本身帶頭 是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其實 起碼 你剛才說沒有隊形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大家一起 他的策略就是 其實是純粹組成人鏈 是令到那些警察 他們執法的時候 是以最大的勢力去執法 來浪費他們的警力 其實這樣已經是收工 我覺得一件事 你覺得 因為 我們看到 阿蕭和任蜜 你覺得他們是一種練兵的階段 譬如說 上一次打小癮 當然 後來 日本又經常被人罵 你之後又不去衝 但是 他們的說辭 又說 我每天下下 叫我們 好笑一些人出去衝 總之 那天的活動 叫人出去打小癮 打完小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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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次過吹完小癮 不要用 他一回一步練 上次可以做出一群人打小癮 然後再做一步 在七一 做出一群人 在街上 令到警察 難於搬運 你覺得 他們是否以一種練兵的過程 一步一步進 你見到這件事 或者這樣說 我和這個行動比較 其實你講練兵來講 以香港式本土的抗爭 其實要有一個策略去抗爭 或者是在示威的時候 有些很嚴謹的策略 很難 因為那群人自己本身 都很鬆散 是很鬆散的 是臨時他們拉夫過來 大部份都是 我只是想問 人民力量有沒有見到 那群人真的很核心 你不會見到那群人演習 就算是 我告訴你 最前面那群人 純粹是以最健碩的人 走過來 但最健碩的人 不是人民力量的核心成員 明白 你再講練兵 練兵那一件事 其實你會見到 都不是練兵 因為我們在講激烈程度 其實是一個波浪 今次的激烈算是最 香港人自己做的 的確是一個最激烈的程度 但大問題 他在之前在316 他們在炸彈門口 已經散水了 其實是因為他們反思 他們反思了 因為316 他們那種自私 就是打小人 是打小人 他們反思了 即是那種自私 導致整個群眾運動 崩分離析 所以才嘗試再營罪那群人 還有你剛才所講的 就是你問 你整班人坐在街上 要求人家對話 他們的目的 擺明就是 政府不會這麼白癡 真的找個人 來和你對話 他的目的就是 要掌握到 這個 所以對他們來說 你問有實質效益 對他們 他們的目的 根本就是要實質效益 所以我又是一個 很大的謎思 你想掌握到 看到你們一般的市民 沒有去遊行的人 他們都會看看你 但大家看到的東西 就是你在街上 即是今年比去年 可能多了些人 其實去年 你問我 我不覺得 跟早兩年有什麼分別 去年可能有一班人 在政府中部 然後又被警察 逐個搬走 今次可能厲害一點 多了些人 報清 新聞講兩千人 其實都是兩批人 即是 社民一批在這裏 人民一批在這裏 然後就在街上 其實到最後 結果又是 用索帶 然後帶他們走 更根本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目的 就是要被報紙報的階段 我想問市民 我看見你們這樣做 那怎麼辦呢 然後對市民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看見你那班人 就要坐在街上 然後 但問題反過來 真的那個的士司機 那個在友善那個 那個 怎麼搞的 你吃飽 我不用吃飯 在我市民的角度 我覺得 我真的偏向那個司機那裏 你那班人做什麼 你經常跟我說 你很偉大 幫我爭取什麼 但你又沒有爭取到什麼 你就是在街上 又或者這樣說 因為 其實很多人 對於一些很概念上的 例如 權利義務 權利義務 他們是搞不清楚的 所以 當你說 要維護自己的選舉權 又或者爭取雙補選的時候 其實是絕大部份的人 都是覺得 真的關我什麼事 不是的 我就是想說這個問題 就是 就是 你要爭取那件事 你真的要 譬如很簡單一件事 你不是留守 為什麼一開始 我從頭到尾開始 已經無興趣去參與 你留守的政府總部 那留守在門口裡 為什麼 你是不是應該佔領了政府總部 因為那個政府應該屬於人民 我一直覺得應該火燒政府山 對 對 這個就是 所謂養子彈飛的理論 大家有沒有看養子彈飛 就說 一開始 大家拿著槍 沒有人出去 後來 當你發覺 你真是可以打倒了那個 周昀發那個 不是 周昀發那個 黃世朗 黃世朗 那些人就會衝出來 你真是有希望 真的 你真是做到事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怪一般大眾小民 這個意思 因為這個是人的正常的事 但問題是說 你之所以你要吸引到一些人 去你的方向 你真是做到一些實在的事 人家覺得 真是做到的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如果 你那個姜文 只是說 我們留守在黃世朗的家門口 就是坐在他門口 我們是非暴力的 我們不會走 我想問 市民會走出來 一般的老百姓 不會來 但如果你真是打 你真是打了第一槍 然後你真是說 打破了閘門 你真是可以令到這個 所謂的黃世朗其實就是一個的暴政 你真是可以有機會 推翻這個暴政 他的財產 真是可以拿回來的 那現在一樣 到底我們的選舉權 應該屬於我們的 我們 你有機會可以拿回來的 你真是可以佔據了政府總部 你經常說 包圍立法會做甚麼 那立法會應該是屬於人民 你應該走進去 喂 你這幫人不是選出來的 有30個都不是 一人一人一人選出來 喂 你有甚麼資格坐在那裡說話 喂 我宣佈你非法的 你立法會 喂 我反過來 我覺得這樣的市民 真是會走出來的 我不知道你們兩位有甚麼看法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本身 如果你說我們搞這麼多次抗爭 其實全部都是臨時拉夫 是的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 臨時拉夫不是問題 你說的 臨時拉夫不是一個問題 更根本的問題就是在於 大家對civil disobedience 這個概念 它根本性的錯誤就是要拼拼 但是他拼拼拼又不敢被人拘捕 如果他們好像當年 法國1968年學運 整班佔領大高諾的虎弟 然後逼大高諾簽署的教育改革法案 這樣才可以 但問題是香港沒有一個人敢願意 逼曾蔭權簽署撤回 提捕方案的一個行政命令之後 然後就願意被曾蔭權拉入抽格 應該這樣說 可能是阿蕭他的報告 可能對他說和實際做到的另外一個話題 可能他說的事還未做到 因為有時我聽阿蕭的節目 我覺得我贊同 首先你要有一群死事 所以剛才我問Anthony 你還未見到那群死事 所謂大隻那些人 大隻那些人 大隻那些人都未必是核心的人員 他純粹說 總之在這個位置 一群散兵游勇 我大隻一點 我就走到前面一點 就不是真的有一個作品 我所說就是 首先你自己有一個領導層 然後你有一群死事 他們那群人就是拚拉 或者他用一個比較激烈的行為 或者會犧牲或被人拘捕 坦白說 所謂的犧牲就是被人拘捕 說到尾尾就被人拘捕 在香港我真的不會相信 會拿一支槍去打死你 如死欲中是不會出現的 不會 很簡單 我又講一下建黨威嚴 例如五四那些 陳俗秀被人拘捕 另一方面在天津那邊 以阿阿阿阿周印來為首 都有一群青年人 都被軍閥拘捕 坦白說 當年不是更加大禍 你對著那些軍閥 他真的可以隨時拿槍去扮你 答案是錯的 因為當年的軍閥是很尊重大學生 和知識分子的 當五四運動科施主教堂之後 其實是有一個學生 還不斷斷其說 是親自去北大 向蔡元培谷公道歉 然後送白金 我又這樣說 連軍閥都不會無緣無故 真的假裝這些學生 或者一些老百姓 更何況現在這些 香港文明的窩囊政府 一定不會 最多都是拘捕 譬如說 那個對象是你媽媽的 就非常有效 然後他想到 我答應你不絕食也可以 你要給我看報紙 你要給我可以寫字的寫字 你要給我看報紙 如果你答應我這條件 我就不絕食了 然後軍閥真的很禮貌 我答應你也可以 沒問題 我給報紙你看 就給他看 然後那女青年就說 我們不是說要絕食的 那女青年 我們要改變策略 要做一個長線的鬥爭 但起碼我會覺得 你都換了一些東西 就是換了別人 原本不給你看報紙 後來都給你看報紙 起碼你都是有一件事 你是要換回來的 那你的抗爭是有意義的 但我見不到他們 即換到些什麼 就是坐在那裡 跟別人說 我們要你出來對話 不就是今次 就是之前你說高鐵那些都是 經常叫鄭宇華 你出來對話 那你立法會的人對話 有什麼 你應該叫人家在家裡跟你對話 你走到別人家門口 喂 你就不對話 我欺負你的門 等於那些大學生 走去 建議黨會議 走去打擊麻將 他們叫什麼名字 曹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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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是拘捕 他們是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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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被警察第二屆出示威場地 那已經搞功課了 因為每個人認為 他們又想做抗爭的聲勢 又不想被拘捕 極限 只能夠去到這樣 再進一步 火燒政府 山公陷禮賓府 抄斬 抄斬 爭事三結 這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即是說 我不需要多 你有五十個人 我都不要說一千個人 你有五十個死事 是拘捕被拘捕的 拘捕衝的 拘捕了犧牲 你真的做到這些事情 譬如說 你政府真的不是留守 你不是坐在那裡 你真的衝去政府總部那裏 是吧 佔領了他 令到他翌日開不了工 這些事情不是等七一才做的 剛才Antony經常說 沒有平日假期 你平日做 你真的要平日做 你平日真的要繁忙時間 令到政府開不了工 那政府真的拘捕了 然後呢 你市民真的會來了 你市民真的來了 我霸工都來了 你上班的時間 即是我們龍王抗爭的慣性 就是到一個關鍵日子來的時候才去做 不是 即是我們沒有一個主動出擊的 是因為平時很多小問題 是大家都亂吹雞 結果令到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洩氣 坦白說 你那個替捕機是這樣的廢話 替什麼捕機 我要公投 我經常都說 我就是要公投 我要真正正正有公投 是吧 喂 共產黨有什麼事 倒台了 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馬上要公投 香港要獨立 或者 喂 反過來 你要更改這個選舉的辦法 就是你這個替捕機制 這個選舉的方法 喂 英國啊 今年五月份 要更改這個選舉的制度 他都透過公投 喂 你這個替捕機制 去避案 問題就是 如果基本法是屬於香港人的話 應該是香港人公投 只要能夠得到過半數的支持 就可以修改 但是香港人就是習慣了 這些權力一定是阿爺給你的 其實永遠就是 不是的 香港人不會有這樣的概念 我就不是說香港人 我是說那幫暴清抗爭的人 他們自己都不是這樣做 他們也是 政府的替捕機制 我們要出來反對 所以要趁如果有香港政治 香港自治聯盟的那幫人聽著的話 他們一定要搞清楚 基本法本身是一個違反常識的物體 所以不需要守基本法 就是要全民制憲 等了三個月 我要說一件事 有些人說 什麼抗議建黨瘟業 不看洗腦電影 傻的那幫白癡仔 如果你真的覺得 要有希望 社會要改變 你真的要看一些戲 我看這套戲 不是看這套戲的意思 是說 你要整套人家 為何會有這樣的黨出來 人家用什麼方法去做 很多歷史記 不只是中國 加上阿龍是最厲害 外國很多的例子 你真的要理解什麼叫抗爭 我不鼓勵你看見黨瘟業 但我好見不見大家 看赤色風暴 不要緊 我說這套戲 不是重點 要理解那些東西 後面背後 我看這套戲 純粹覺得 後面的歷史 大家要去看看 學一下那些東西 到底什麼叫抗爭 為什麼人家會成功 或者人家抗爭 會想到近些什麼 這些要學 如果看Anthony這樣說 昨天那件事 在我的角度 我都很傻 真的很傻 有一個博物被捕 我真的希望 下個星期阿昌也來不了 我真的下個星期可以說一套戲 吃色風暴 我覺得要說吃色風暴 加上這套戲 我們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到了 下個星期我們繼續有角色堂會 OK 拜拜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